台欧关系持续深温 外交部长林嘉龙亲自颁赠 慕仪外交奖章给予欧洲经贸办事处处长高哲夫 感谢他为台欧上边关系带来的贡献与努力 高哲夫处长自2019年9月派驻台湾 今年为最后一年任期 他肯定台湾与欧盟基于相同的价值观 建立了强大的伙伴关系 台湾与欧洲联系统是一种专业的合作 我们共同一样的质量 我们都要关注人的材质 台湾对欧投资稳健成长 四年来已达199亿美元 超越过去40年对欧投资总和 高哲夫提到欧盟不仅是台湾重要的贸易伙伴 也连结台湾与世界 英国共同盟基于台湾的最重要的贸易传置 也许是台湾最大的投资者 英国共同盟基于台湾的投资 多于25%的所有的材货 都在台湾上 英国共同盟基于联系统 所专专业的贡献 专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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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专业 林佳龙表示过去五年来 欧盟领袖不断重申台海和平稳定对欧洲的重要 欧洲议会也首次表达反对片面以武力或胁迫改变现状的举措 显示此已成为欧盟27个成员国的共识 相信处长也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新唐人亚太电视曾义豪唐吉安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